委員要來幫助六四民眾 歡迎關懷學會 特別跟立法委員陳廷菲 也還有台南市議員 丹伊町合作 準備了很多民進物資 要來送給北区的六四民眾 希望可以透過少少的心意 在在寒冷的當天裡面 帶給大家麻麻的溫暖 歡迎關懷學會 以前跟立法委員丹廷菲 還有台南市議員陳廷菲來合作 在北区來發送救助的物資 希望可以幫助六四民眾 在寒冷的當天裡面 為大家散來麻麻的溫暖的關懷 他們真的是站在 所有的大眾取自社會 用自社會的立場 我們認為說 懷人一直站在 這樣的一個關心的立場 號召更多的人 來加入我們這樣的一個行列 那希望在這個即將歲末 而且即將要過年的當中 能夠有更多人來關懷 我們需要關懷的人 我相信這就是我們今天 發起這樣的一個動作 最主要的關鍵 東港發送的物資總共有250分 雷龍剛才說有白米 沙拉油和豆油頂頂民生物資 以外還有雷降 希望可以幫助到六四民眾 改善他們的生活 我們只是冰山的一角 希望就是說這種舉動 這種關懷能帶動我們社會 社會上的一些弱勢團體 關懷的一些援助 一些行動 那我想透過我們陳廷薇陳立委 還有我們陳議員的協助 然後媒合的懷人 來預助我們北區弱勢民眾的一個物資 我想能夠讓我們社會在這個寒冬之際都能夠感受到溫暖 那也期許透過這樣子的議局 慢慢帶動我們關懷弱勢的這個精神 讓我們北區大家都能感受到溫暖 雖然說不出的雷龍簡單實用 不過雷寒的愛心 可是一點也都不少 除了說是幫助到六四民眾以外 也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輕輕輕加多雷龍 這會來加其送愛心的行列 接下來就請問百貨才宏寶島